生活中心赖俊又报道廖老大因打造打归号报 当直播主半年后宣布退出 图翻设字廖老大脸书赛车教父廖老大21日晚间宣布退出直播圈 震惊许多长期支持的粉丝 暴戏公社版主范果旺认为 廖老大当直播主这半年来 因为缺少等网络社群操作的幕僚 导致频频开地图炮得罪某些族群 更指出加盟饮料的那些铁粉少了廖老大的光环加持 请问他们该怎么办呢 廖老大今年4月自掏500万打造打归号创下亚洲记录 声势水涨船高 然而后续爆出许多争议 包括母亲节零食取消餐厅 点名五颗系没用 点名台中式卫生局选择性办案 可将怀孕女员工调职当清洁工或警卫 直播桥廖店家盟主不用心 应健身文化和网红馆长阁交战等等 廖老大在影片中表示我曾经说过我 直播是为了帮助浪浪捐助饲料给他们 感谢粉的支持 先前我们已经捐出去六七百万的饲料 但最直播一卖商品很明显已经卖不动 所以我决定回复我原来的生活 廖老大自认当直播主半年 为台湾做很多事 包括砸了五百万打破亚洲记录 血活动 以及创立一个最低加盟金的饮料店 阿维 廖老大连锁茶房 廖老大创立首摇银品牌 品质不稳定涌入富贫 廖老大曾开直播桥加盟 不用心 图翻设字廖老大脸书报戏公社版主范 旺发文表示 听到廖老大宣布退出直播圈 感到些差异阿娘未才半年而已 怎么这么快 不过版认为 从廖老大这半年的直播来看他身边 应该缺少懂网络社群操作的幕僚 导致频频开地图 得罪某些族群 而且廖老大应该不懂每一卖一 能量就会消耗一次 一卖作善事的次数多了 大就无感了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搞个能自给自足 企业生态练 再用盈余行善这样才可长可久 版 最后想问廖老大当初加盟你饮料店的那些帖 加盟金花了 店租 人员 设备都花下去了 你说退 就退出 未来没有你的光环加持 请问他们该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该想个办法帮一下当初支持你 铁粉呢 报戏公社版主想问 少了廖老大的光环 持 那些加盟饮料店的铁粉该怎么办 图翻设字 廖公社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